在飛鵝山行山失蹤的男人中午找回 昏迷宋東區醫院 警方說58歲男人余國強 昨天上午離開柴灣住所 去飛鵝山行山後失蹤 消防曾經派搜救隊通宵在飛鵝山搜索 政府飛行服務隊也到場協助 到今天中午找回 由直升機送東區醫院